銅鑼灣蛇王二開業近40年 去年因為不敵疫情而結業 很多熟客都大感可惜 但最近店長希哥 終於帶著舊伙計重新出發 在舊舖的舖位同一條街 開了新舖 吸引了不少舊客上門支持 我打理了蛇王二十多年 現在自立門戶開一間飯店 與各位舊戶客相聚 所以我力求是用以前的石浪椅的模式去經營 我們主打是蛇羹、燉湯、燒尾飯、辣味糯米飯 這四個主打 如果要由零開始計算 你也要起碼兩天時間 才能夠靜靜的消息 這次由於自己經營 亦都想打響牌頭 這次的蛇羹是有改良方向的 首先我們加了花膠 還有在蛇肉 比以前更加重了 他們出品的蛇羹 現在平均每日可以賣出200碗 用上8款食材 包括有蛇肉、花膠、雞肉、冬菇、木耳等等 但落少一樣都不行 現在香港所用的蛇羹 九成九都是印尼過來的 印尼很盛產水律、三索線 所以現在蛇羹多數都是那兩種蛇羹 你要將它溶雪 將它高軟 將它茄骨、撕絲 這個過程了一整天 另外以前我們在蛇羹椅 是用蛇羹的 但過來這邊 我接受了做廚房幾十年的朋友的意見 就是我們會改為用肉眼 最重要就是那些七年以上的沉皮 一下去整根 撲上一種香味就很吸引 其實之前在波蘇蠔街蛇羹椅吃了很多年 從讀書吃到做事都一直有 很開心開花可以馬上過來吃 有花膠、蛇肉、冬菇、杉絲等 其實是一個很傳統的味道 很開心可以吃得到 除了蛇羹 這裡的蠟腸和蠟腸都很有名 今次開店 希哥就決定落重本投資 自設蠟腸工場 為求將食物質素控制到最好 開了幾天 很多客人說 我找到你了 找到你買蠟腸 因為現在我們過來這邊開店 希望能夠自己一手一手一手 就控制蠟美工場 就算我們以前和你合作 都是我們給蠟腸工場代工出來 但這次我就決定了 以一個股東形式去做 七蠟腸肥 我們用七蠟的比例 因為如果你太多蠟 會夾口 太肥 今時今日都不會有人喜歡 所以七蠟是一個比較合適的比例 另外 玫瑰露蠟腸也都很受歡迎 用玫瑰露酒製作 入口油香滿日 口感軟淋 同時帶有淡淡的酒香 開店的理由就是 第一 自己在石王椅 都做了二十幾年 老闆娘上認識我 給我打理都十幾年 我自己在顧客裡 都有個網絡 當石王椅結業之後 很多客人都私底下 打電話問我 我會不會再開你們 很懷念你們的味道 就是人很有趣 他吃開那個味道 吃開那個東西 吃開那個味道 半時間沒得吃 下一種新落 剛才跟幾個家人 經過聊天 終於等到你們就開了 我其他地方可以吃 不是那種味道 其實已經回答了 除了食物跟以前差不多 這裡的員工也用回舊班底 老闆、伙計、客人 個個都有講有笑 好有人情味 這行其實是很特別的 蛇行很特別 懂得做的人不多 叫做行頭宅 有一班好的伙計 他們都是要找工作 他們出去也難找工作 他們聽到我說要開店 很多都跟我說 不如我回來幫你忙 自問自己打工也做得挺出色 試試自己做老闆 能不能像打工那麼出色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